浦江國際上個月初股價才閃崩下來 兩天都超大成交 由原來的兩元流上跌至最低只剩兩毫 今天創作上市新低 市值跌至只剩一億多 原因很容易估計 有股份被斬倉 後來也有通告交代 控股股東兼主席湯良 在當日有大約6800萬股被出售 但之後湯良持有大約6成的股權 公司的通告只是強調 營運和財務是穩定的 對於湯良的財務或者有沒有壓股 都沒有交代過 都想問其實它的股權這麼單一 有沒有再斬倉的風險 是不是都很難估計呢 所以要出來托一托股價 投資者打算部署是不是都會有風險呢 這類佈局來說 其實就不算很難估計 其實都很大可能性 在手樓上還有很多股份 就有壓股的情況出現了 但是會不會再繼續被斬倉 當然就視乎它那些財務的定義 因為這些壓股的情況 通常都是股東把手樓上的股份 抵押給一些券箱 或者傳入一些券箱那裡 當中他們再簽訂一些合約 或者一些協議 就有一些借貸 從而把股份被抵押 如果你按時就還不了息 還不了本之旅呢 其實那些貨就有機會被券箱 或者債主就訂出去的了 這個就會造成股價的急跌 但是我們如果你說參考SECUS 剛才所說的99%的貨都是SECUS的 其實當中還有很多就集中在兩間的券箱那裡 這些券箱其實就不是我們一般的散戶會參與 或者一般普通投資者會使用的一些券箱 通常都是涉及一些的協議 當中這一堆貨 這手貨已經有一半的股份在兩間的券箱那裡 這些情況其實壓股的機會是大的 所以後市如果你說會不會再有一些可能被打貨的風險 或者大手沽貨、斬倉這些的風險 我覺得就仍然存在的 但是當然我們不知道他手上那一筆的洞 是他究竟有沒有能力還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沒有通告交代過大股東他本身一些的財務狀況 最重要是公司的財務狀況 其實股價都落到大概6日子這些位置 估值看的話其實都好像挺吸引的 他PE 現在只有兩倍多 上市以來基本上市以來沒有虧過錢 今年中期都可以賺7千萬左右 那他2020年期尾的時候 他都派過每股0.05港元的息 是第一次派 但雖然之後沒有了 都想問其實如果落到A位置 估值是不是都好像挺吸引的 你可以說股值很低 但是是不是很吸引呢 我自己真的覺得是量體的 因為一些的股份 尤其是建築行業 或者是一些建材這類的股份 你如果看回市場上的股份 基本上很多都是一倍兩倍三倍 就是有P.E.這些的範圍那裏 那就是其實你P.E.都是跟同行比較的 你說他是不是特別便宜 他又未必說真的特別便宜 好了 那跟那個行業比較 為什麼會是一個這麼低殘的一個股值呢 原因就是大家憧憬 接下來新動工的項目 未必說有一個大幅的增長 一些的行業他們有一個高的P.E. 是因為市場憧憬他們有一個好的增長 但是建築行業就明不是如此的 大家也看到那個經濟相對低迷 一些內地的地方政府 以至是中央政府 其實它現在面對的財政赤字 也都是相當之龐大 市場上的融資的市場 也都是那個融資成本高 那這些因素加起來 接下來大興土木的動機或者可能性 就不是說真的太高 那變成建築股 他們就不能夠享有一個太高的股值 這個第一 第二 其實我們都要考慮一樣東西 我們從價值的角度看的股份 或者長線投資的股份 其實很多時候是要看它的派息 或者看它的現金流 雖然說上市資金它沒有虧錢 但是它的派息政策並不穩定 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它想派多少成 或者有多少回歸股東 這些不穩定性對長線投資來講 是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也都未必說是真的太過有利的 它的股價的表現 所以如果長期股價表現要從它股值的角度看 我會覺得是一定要考慮上述的一些因素 還有你這麼高的價格下來 這樣11月這樣扯下來 其實這麼大的成交 你的貨物是散了的 變成你需要 即是貨物要集中一些 然後才有機會炒上去的 嗯 看到股價上來6毫子這位快速 又不是好像很上又不是好像很回 你怎麼預測股價的走勢 如果看回的話 我想它的反彈可能還有一小段的 去到8毫子左右 但是這些要留意兩個風險 第一 股價急跌的風險 因為始終它的尺寸很小 第二 它有機會落到某些位置 成交不夠 利益不夠 變成要跳價走 甚至乎走不了 投資者要留意這方面 看看你能否接近一兩成的空間